那我為什麼我要從台北到高雄來講 我為什麼我要支持中天 原因非常簡單 就是我要向各位鄉親報告一件事 現在台灣已經搞到一個什麼樣的地步 柯文哲也講 其實柯文哲講的不算數 最先講的是誰 韓國瑜 韓國瑜講了一句話 新潮流不倒 台灣不會好 那我昨天講了新潮流的那麼多的事情 各位鄉親截至目前為止 不敢回應 沒有回應 甚至於不答覆任何問題 今天我就接續下一場 我告訴各位鄉親 你新潮流搞了多少錢 對不對 所以各位 民進黨要他下台以後 新潮流的問題才會解決 民進黨在台上一天 台灣絕對不會安寧 因為新潮流就喝我們台灣老百姓的納稅錢 喝台灣老百姓的血汗錢 我現在告訴各位新潮流 各位曉不曉得 賴清德是什麼系統出身 新潮流對不對 我們現在請各位鄉親先入座 各位鄉親先趕快入座好不好 來入座來表示我們支持中天 我坦白說我過去1983年82年我參加黨外運動的時候 我最解釋最早的就是新潮流 幹哥你說對不對啊 好新潮流的這一些我們通通都認識 可是各位曉不曉得高雄市的當權當權最久的是哪一個戲 新潮流就是像包含李坤哲啊 許靖傑啊他們都是新潮流的 那這些人他們在高雄製成一個系統 請後面的鄉親趕快入座 請後面的鄉親趕快入座 謝謝謝謝 謝謝 後面的那邊的鄉親請入座 是如果說椅子不夠的話呢 拜託工作人員幫我們再添加椅子 椅子永遠夠的請大家坐下來聽 坐下來聽不要站著 站著不要像我一樣為了新潮流 我罰站那我願意罰站 那各位鄉親請你們坐下來 我們好好的來支持中天 那現在我開始講新潮流的故事 好各位要知道 新潮流在高雄足足掌權幾年 十三年以上 十三年以上 所以各位去看整個高雄市 幾乎都是新潮流的天下 好 我昨天講過的新潮流的 我絕對今天不再講了 那我現在告訴各位的 就是新的故事 各位曉不曉得 新潮流市民進黨派系當中 唯一成立的所謂的有一個俱樂部 就在台北市仁愛路 仁愛路的一山銀行上面一個是地下室一個是樓上 那樓上呢我沒有去過 所以我就不講我講地下室 各位曉不曉得 整個高雄 中油也好 中化也好 還有包含國營事業也好 各位曉不曉得 他們在當權的時候 每一個禮拜一到禮拜五 新潮流就會找國營事業的董事長到地下室幹什麼 吃飯 那中油為什麼虧損 台電為什麼虧損 還有台船為什麼虧損 這一些國營事業全部都是特許事業的 全部都掌握在新潮流的手上 那新潮流就有兩個關鍵人物 就是我的小老弟了 這兩個關鍵人物 一個是誰 一個叫做燦哥的 燦哥就是東宮太子鄭文燦 各位曉不曉得 東宮太子鄭文燦 還有一個是陸委會的副主委 從前的台北市議員落選的 叫做梁文傑 梁文傑鄭文燦 他們兩個人 各位曉不曉得發生一件什麼事 他們兩個人接受台灣南部地區 陳寅住千賭大王 陳寅住到香港跟澳門 到了香港澳門你賭場以後 他們還在玩八國聯軍 八國聯軍 他們一方面在賭場 一方面他們住在賭場樓上 樓上的時候 他們說美媒 美媒 美媒我們講叫做八國聯軍 這是一個各位曉不曉得 現在行政院的副院長曾文燦 他做了什麼事 各位曉不曉得 各位要知道台灣前面三大營造廠 前面的三大營造廠 我全部知道一個事實 請後面的鄉親 大家趕快入座 大家趕快入座 我們要讓今天的流量衝到六千 比昨天還要好 對不對 謝謝 好了 各位就座以後 我開始講阿燦的故事 不是蘇燦 不是武莊元蘇燦 他叫東宮太子阿燦 好 各位 各位鄉親請往右邊坐 各位鄉親請往右邊坐 我們那邊都有畫一個黃線 就用線都綁了起來 各位進場的話請往右邊坐 那左邊我們讓他們做生意 我們絕對不會返害生意 我們是希望一邊吃一邊聽 這是一個享受 對不對 好 我開始講燦哥的故事 我們有三大營造公司 這三大都快要倒閉了 在鄭文燦的扶持之下 他們不但成為營造業的大亨 況且更重要的 這些營造業的大亨 他們曾經還要收買什麼 收買一集團 一集團 就是黎智英集團 好 那這些人呢 為什麼跟我們的東宮太子阿燦那麼熟 我現在要鄭文燦答覆五個問題 好 各位我們線上已經有三千 再加油到六千 奉合中天 好 現在三千二 希望那我講完的時候可以衝到六千 給美亞打氣 因為美亞是我命名 給他打氣 好 我開始講阿燦的故事了 各位曉不曉得 鄭文燦他在桃園 現在張善站在檢查他的大秘寶 那這三家營造公司 各位知不知道發生一件什麼事 本來快要倒閉了 鄭文燦把很多的公有地 還有鄭文燦把很多的建案 給這一些三大公司 都是寶字號集團的 就是寶字號集團的 就是寶字號集團的 這個一個我就問鄭文燦 你每一次 你每個星期 有沒有到某位董事長 董事長家中吃飯 第二個每一次選舉開票的時候 你晚上是不是在他們家 一邊吃飯一邊開票 這是第二個 那第三個我再問問那個阿燦 就是說誰引見了這些人 去見蔡英文 見了蔡英文以後 要把一集團給買下來 就是一週刊啊 就是蘋果日報啊 通通買下來 好 這個第三個 那第四個我再問 鄭文燦 你跟這些集團到底那是什麼關係 又把這些集團的資金 有沒有放到雲爆 昨天呢我沒講 對 昨天呢我沒講 今天呢我告訴各位 雲爆很多的集團 各位要知道 你要搭建所謂的光電板 太陽能板 風力板 請問要不要有工程背景 當然要 有沒有 各位知道 好 各位知道 你要建設這些東西 一定要營造廠的配合 我現在我問鄭文燦 新潮流的雲爆公司旗下的工程集團 究竟有沒有 你過去支持的營造商投入資金 對 那換句話說 你賴靖林 賴靖林 第一個 他又不懂得工程 第二個 他也不了解再生能源 你第三個 他也不會下手去幫你搭建太陽能板吧 對 那總要有那個自己人吧 沒錯 所以這個叫做一條龍服務 鄭文燦 那你必須答覆 我今天第一次提出質疑 如果我有講錯的話 你就比照林濤的模式處理好 各位曉不曉得 什麼叫做林濤的模式 各位知不知道 就是告我了 把我告到死了 把我關到死了 對不對 好 這個是第四個 第五個 我就要問新潮流 你拿了國英事業那麼多 現在三個人都被爆出來了 過去像王宏偉講的陳金德 就是那個屏東的世界 對 陳金德是什麼東西 他居然可以去弄中油 對啊 對啊弄得中油可以忍累累啊 對不對 要不要解釋 各位要不要解釋 要 好一個中油 那第二個雲爆科技 雲爆科技 那我現在就是告訴各位 雲爆科技今天 有我的朋友跟我講 他說賴靖林的 所謂的特資費沒有底線 他說我張友華講錯了 三倍不是沒有底線 沒有底線 沒有底線 哇 就是說你好比說你去引領 你去嘉義 那你弄的時候 你必須要買通當地的最高行政首長 最高行政首長不一定是縣長 有的時候是鄉長 有的時候是鄉長 有的時候是政長啊 還是有的時候是 是殿霞市的市長吧 好 他就跟我講 每一道一個地方 如果呢 有人抗爭的話 我就給你50萬 我就給你100萬 那你去幫我擺平這些抗中的民眾 那現在呢 因為土地 土地余溫那些都已經弄得差不多 他說轉移真地到哪邊 他問啊 那你答覆一下 有兩個原住民的三地 三倍產掉一半 原住民遷居 遷居以後 蓋太陽能板跟光電板 各位那你說 原住民那麼辛苦的在那邊生活 他也有繳稅啊 但是你逼迫他們千春這樣子對嗎 屏東就有兩個地方 那我想請問一下 究竟這是政府的政策 你還是阿燦 你還是說賴靜林的政策 賴靜林基本上沒有政策啦 他就是標案的 他那個標案 我可以告訴各位 真正的標案不在太陽能板 真正的標案是一個金額以後 我吃東要多少錢 太陽能板沒有像施工那麼貴 就是一條龍的服務嘛 各位要知道 今天這些都是新潮流幹的事啊 那我們剛剛已經過了三千二了 我希望趕快衝到六千 謝謝大家 謝謝 還有一個 我們可以慢慢的講 現在我跟各位觀眾講 你們有什麼問題 可以馬上提出來問我 因為我再講下去的話 我真的我捨不得離開高雄 我真的我希望我常住高雄 各位對不對 為什麼我要常住高雄 我本身就是住在這裡的 高雄鄉親啊 我從前住在這裡 這裡那有幾條路大家不知道的 我現在問大家 隐文街大家知不知道 我就住在隐文街 我就住在高雄隐文街 我就在高雄女中國軍英雄館旁邊 那個是不是隐文街 還有一個叫做招什麼街是不是 就是一個招文街還是文昭街 那我忘掉了 我從前就是住在那裡 我剛剛經過那裡呢 我稍微看了一下 各位曉不曉得 招文街對不對 修文街 修文街 是的 謝謝 謝謝 我們現在已經突破三千六了 三千六了 趕快四千到六千 好 我過去住兩個地方 叫做修文街 允文街 對不對 就在國軍英雄館旁邊 對不對 英雄路的旁邊 對不對 好 好 我現在告訴各位 我從旁邊經過了以後 我看了真是感慨萬千 為什麼感慨萬千 為什麼 一個非常寧靜的小巷 然後現在呢 現在各位去看看外面 就是說 允文街那個商店 幾乎呢 我剛剛過來是沒有人 修文街那也是一樣 不像那個什麼 林雅市場 對不對 對不對 那高雄的經濟為什麼搞成這樣子 請你新潮流 能不能把你賺的錢 學蔡英文的模式 超周超增 你還錢於民可不可以 對 因為現在 各位要知道 你賴靜林 一個月 一年的薪水 425萬 所謂的公關費 特資費 沒有下線 那我昨天呢 我講錯了 我先跟各位一舉公號 那我講錯了 因為我朋友今天更正我 沒有下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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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三倍四倍 他說那我張有華講錯了 他說可以跟你講沒有下線 那個人是誰 所以賴靜林過去是你的大學同班同學告訴我的 你的大學同班同學告訴我的 沒有上線 沒有下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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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說 我要 我這個月或許零元 是 好 那下個月我或許五千萬六千萬 對 就要看他的 他的波浪型 他說 這樣子講 沒有上線 也沒有下線 OK 好 就是說他的特資費是一團糜 對 然後 他是十九 十八加一加 等於十九家公司的所有的董事長 那他所有的子公司 都是分區域 所謂區域 東部交給誰 西部交給誰 南部北部 東北部 南部交給誰 反正都有一套公定價格 這一套公定價格 就是說 七塊到兩塊 兩塊是老百姓的付費 七塊是台電的付費 七 減二 多少 五塊 這中間就有五塊錢的價差 各位 對 台灣兩千三百萬 各位乘五塊好了 對 就是一億耶 對啊 就是一億 不 一億多 就是一億兩千萬 他說 你從這個 好 你從這個基數裡面去算 他每一度的發電 他要虧 讓台灣老百姓虧三塊錢 沒錯 未來的補貼 我們都要給他三塊錢 他每包一個案子 我們就要給他三塊錢 對 因為 台灣電力公司是哪一個人指揮的 各位知不知道 曾文森 曾文森就從前在高雄市長偽造文書 曾文森 他還要告我 曾文森從前在高雄市任職 他說他還要告我 我說那你偽造文書 你幫陳曲偽造文書 就是台風天來的時候 他不是偽造文書嗎 對啊 所以曾文森那個時候說 那我講錯 結果法院判定他果然偽造文書 他果然偽造文書 結果就沒有告我了嘛 因為他告就是誤告了 對 原來好的益生菌 真的可以幫助入睡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是國家認證AB克菲爾益生菌 含七種有身分證的專利活菌 能產生GABA 色胺酸等蛀棉因子 難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也是台灣市場上 唯一添加克菲爾乳感菌M1的產品 這是由台灣知名的大學技轉 對季節敏感調整體質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還有這隻還添加被稱為超級食物的 羽衣甘藍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 十字花科蔬菜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藍含有高量的葉黃素 β胡蘿蔔素 維生素K 維生素C 葉酸等豐富營養素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專利製成 無酥化劑 無重金屬 無人工添加物 無410項農藥 無香料調味劑 無防腐劑 無色素 七大保證 七大認證 覺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點購下單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